随着第14世藏传佛教领袖达赖喇嘛年事已高 中国政府和藏人在挑选计论者的问题上在一起了争执 流亡印度60年的达赖喇嘛点名 在他元祭之后 他的转世灵童可能会在印度被找到 并警告任何由中国指定的计论者都不该受到尊重 藏传佛教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 初走西藏60年后 星期一接受路透社专访时 透露了对自己元祭后西藏佛教前景的担忧 高龄83岁的达赖喇嘛表示 在他元祭后 下一任转世灵童可能会在印度出现 然而北京当局过去一直坚称 领导人有权批准达赖喇嘛继任者 达赖喇嘛预计 中国可能会试图强行为西藏佛教安排一名继任者 届时将彻底终结寻找转世灵童的百年传统 对此这名精神领袖就警告 任何由中国指定的继任者都不该受到尊重 西藏传统相信高僧元祭后 他的灵魂会转世到一名儿童体内 而现任达赖喇嘛就是在两岁时被找到 1959年藏人和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后 达赖喇嘛率领数万藏人流亡印度 随后不断透过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为西藏争取自由自治 尽管中国一直标榜这名洛贝尔和平奖得主 是分离主义分子 严禁藏人展示达赖喇嘛的照片 或者进行任何公开奉献活动 但中国超过600万藏人依然崇拜他